徐大姐和郝大哥一见面 双方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挺好 徐大姐不担心郝大哥瘦 郝大哥也不介意 徐大姐有个势力低下的儿子 本以为两人的相亲越来越有戏了 万万没想到啊 在两个人未来的生活方式上 郝大哥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也正是这个要求 让这次相亲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我就说就是说 两个人互相宅起的吧 就是说都经济都稍微付出点 两个人宅起一家人的讲话 你要分比我吧 人家就比大 那这感觉不像一家人 就跟朋友吃尽宅起 那该花点花点 讲话就讲说我拿两千 他还拿一千也进 但是不能说一点钱不拿 我还没有钱现在 我还没有工资 得56开 那你要是接受的 没有钱算你看 那都花我钱不行 那都不行 但是说你看 我也拿一半 我没有 我找男人干啥 就是找男人就找寇宅 这个我不找记住 就跟朋友同志 是个发展 出上门 就还得花点钱 我就觉得啊 说女孩就是说 宅起的 就是说一点 不没有 那不是一点 折一些也没有 没有啥随眼搞的 女人嘛 找第二位找婚姻 肯定找条件 那你价值观的婚姻 那你到底是找对象为主 还是说你想找一个 良好的地方 第一得人好 第二条件好 就是说你 生活方面 你要是像个女人 叽叽咯咯咯的 一家小事也挺欢迎的 要是价值观的婚姻 一样你两个二宅一起 到时候也得发生矛盾 其实郝大哥的意思 徐大姐理解 既然成了一家人 那双方都应该 对这个家负责 花多少钱 本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 要有对这个家的责任感 但徐大姐 必须要考虑 自己的现实状况 她目前没有工资 儿子身体情况特殊 而且还没结婚 在经济上 她需要过得仔细再仔细 考虑的比别人 更长远才行 虽然郝大哥 对徐大姐的看法 也表示理解 但最终 他们觉得 还是做个朋友 更合适 两个人一起负担生活 这是徐大姐 现在接受不了的 大姐说 其实她也觉得 两口子过日子 得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但是无奈的是 她现在情况特殊 要说在儿子的 挣股店帮忙 倒是能赚一点钱 但是当妈的 还是想着 能把赚到的钱 给儿子攒下 毕竟还没娶儿媳妇呢 再加上 她的退休金 还得三年之后才能开 所以对好大哥提出的 财务分配的问题 她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两个人的相亲 也就止步于此了 那离开好大哥家之后 那离开好大哥家之后啊 徐大姐跟红娘说 其实她特别想找一个家附近的伴 这样方便帮帮儿子 那这么一说呀 红娘就想到了 跟徐大姐住在一个小区的 刘晓东 刘大哥 刘大哥呢 上过咱们的节目 那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咱们一起了解一下